手工折纸是很多人童年最爱玩的小游戏 纸船 纸鹤 纸飞溪等 承载着小时候的快乐回忆 但对于一个从小手脚不方便的人来说 玩折纸却成了最大的奢侈 来自山东几年的90后小伙高广丽 自小患有先天性老贪 手脚不听使唤 全身上下只有嘴巴最灵便 未像常人一样体验折纸乐趣 他练就了一项绝活 以口带手 让舌头牙齿相互配合发力 玩转花痒折纸 甚至创造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被网友称为舌尖上的折纸达人 6月4日 记者的山东省家乡县 土山乔村初见高广丽时 他正用嘴巴擦控着自行设计改造的轮椅 在家中帮弟弟照看店铺接待客人 尽管身体行动不便 但他能熟练地通过轮椅前后移动 转弯幻象 每当有人想上前帮他一把时 他总态度坚定地说 让我自己来 我的嘴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现在只能利用我嘴巴 代替我的手 然后常人能做的 用手能做的 我尽可能地用嘴去做 别人都想帮我 但是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必须自己做到 因为让别人帮助 只是一时的 自己去做才是一时的 比如那小玩具坏了之后 我都用牙齿咬着 螺绕子给他 给线螺绕拆开之后 再去修 我用嘴接电 依靠这样一种 要强自立 切而不舍的精神 他用15年的时间 练成了用嘴折指的绝技 高广丽告诉记者 他全身上下只有嘴最活络 从儿时便开始尝试 用嘴巴来摸索折指方法 小时候也没有这手机碗是不是 没有的高科技碗 然后都用紙摘东西 然后我也想摘 我却不会 我手脚不能摘 然后他没有不给我 又不给我玩 所以我就想到用嘴摘 然后一开始呢 我也是用梳纸摘 可是含着嘴里 紙就化掉了 然后呢 我用糖纸 以前的糖纸里面 有一个那个 正方形的一个纸 就这样一次次的 摘成功了一个飞机和轮船 面对镜头 高广丽现场表演了 口折指飞机 指轮船 他外坐在轮椅上 用嘴咬着自制的小铁钩 将糖纸移到面前 向下埋头 身子紧贴在轮椅桌上 费力将糖纸吊在嘴边 光是这一系列动作 以让他额头胜汗 只见他用舌头 把糖纸卷入口中 紧闭嘴巴上下搅动 两三分钟后 一件折指作品 便出现在他的舌尖上 他回忆集 刚学习用嘴折指时 常常一不小心 就把纸呼伦咽到胃里 甚至因此换过蓝尾炎 嘴巴也曾因为长时间叠纸 材料不微生的原因 频繁发炎 饱受苦腔溃疡的折磨 凭借自身的努力 高广利掌握了纸船 纸飞机 牵纸和青蛙 元宝等十余种折指花样 2017年 高广利用嘴折一艘轮船 最快用时三分三十四秒 成功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从拿到了吉尼斯证书之后 我感觉 社会上的朋友们都认识我了 就都认可我了 都支持我 然后还有上了很多节目 我感觉自己变得更有自信了 自从高广利建立起自信之后 她便尝试着通过直播平台 销售自己制作的 一件件舌尖上的艺术品 结果吸引了众多网友购买 以制成精致挂件的折制 除此之外 高广利为了减轻家庭负担 还在网络上兼职 做劳务派遣 外出送快递等工作 高广利的母亲 王贵珍告诉记者 虽然孩子的身体不便 但想尽办法 靠自己的力量赚钱 为她感到高兴 孩子吧就是很坚强 就是比一般的孩子也懂谁 就是百万能来啥东西 做他记者能治理 他就靠着自己 全身都不能懂 就是一个嘴巴 还能记者 就是靠着自己的力量 就是在电脑上 收集上 就是挣着钱 能还给我买衣服穿 就是很高兴 就是很高兴 就是很高兴